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12月份的祈祷早餐会 9号是在县府的大礼堂举行 由美轮进行会的牧师蔡志坚主持 县长徐真卫也率领着县府局处首长参与了活动 以诗歌赞美、分享、回馈、祝福祷告等方式 感恩12月份圣诞月的到来 而徐真卫也诚挚了邀请大家 来到花莲幸福夜诞城 度过美好的圣诞节 并且迎接2021新年的到来 花莲县政府今年度最后一次的祈祷早餐会 9号在县府大礼堂举办 早晨在牧师蔡志坚的带领之下 众人精神抖手的唱诗歌 为花莲这座美丽的城市 及献名祈福 现在徐真卫表示 感谢这一年多来的祈祷早餐会 有那么多的教育伙伴 陪伴者我们度过 心中除了感谢 相信有大家的陪伴 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满满的爱与安定 这一次的寻心萤光我好喜欢 四个字寻心萤光 寻到我们心中 心中那个我们无论的什么的信 寻到我们最生命基础的根 的那个核心 迎接希望 因为有希望 你有热情 你有动能 有希望 你就会不断的往前走 你就会圆满你这一生 而这个本质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是真善美丽 我们依着真善美丽走 跟着我们的光景 感谢 谢谢在109年的最后一个 这个期待早餐会 有这么多的牧师 还有这么多的牧者 一直陪伴我们一年多 我相信 谢正福所有的祖宗人 其实有一些根本没有跟牧师说过话 有一些也没有走进教堂 但是今天能让谢正福在这里 我们的大礼堂成为一个 每一个月我们很期待 每一个月让我们觉得 哇 我们听到了不同的信号 但是那个价值 那个核心 都是一样 都是大同的世界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 开启了我们任何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 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之大 参与这次祈祷早餐会的一个教会 特别准备了圣诞礼物给县长徐真卫 幸福各企图首长 与同伦们一同分享圣诞节的喜悦 既然许中有回赞画链原住民在地六大族群音乐专辑 回海兰山 用音乐把画链珍贵的原住民文化分享给大家 记得继续华特别浪